你愿意跟我走吗 怎么了 气蠢气蠢了 我说你愿意跟我走吗 去哪里啊 哎呀 你别看了 你先出来 我再跟你说吧 我有急事 我现在很着急啊 发生什么事了 你这么着急啊 怎么了 慢一点话啊 没事没事 我跑上来的 我很着急 你让我缓一会儿 到底怎么了 小月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啊 那你愿意跟我走吗 不是 你总得要把事情说清楚呀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爸跟过来了 来四川了 他今天就到 那叔叔来了就来了 你好好陪他呀 哎呀 我不想陪他 他过来没有什么好事的 而且 我跟你说一件事 你可别生气啊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那还有谁呀 林瑶瑶 那他们来了 你好好陪他们两个呀 我还跟你走 去哪里呀 哎呀 我陪他们两个干嘛呀 我不想陪他们两个 而且他们过来不是什么有什么好事的 是过来破坏我们两个的感情 我见到他们两个就烦 所以我想带你出去躲一躲 你愿意跟我走吗 你哥 我在这么大没有出过远门呢 这个 小月你放心 我知道你没有出过远门 我也知道你犹豫 你害怕 但是 不管以后还是现在 你总得迈出这一步呀 是不是 小月 而且 你看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 都没有出去玩过呢 所以你也不用害怕 还有就是 这次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分开了 前段时间我跟你分开过 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 很多误会 所以我不想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了 我就想 我去哪里 我都想你陪着我去 都想带着你 还有就是 你别再犹豫了 你看我们两个既然选择了在一起 选择了相爱 要相信彼此 好好的陪着彼此 不管去哪里 都陪着对方 好不好 小月 而且 你看 现在你爸爸也不同意 我爸爸也不同意 我们两个坚持 他们两个总有一天会同意的 好不好 小月 你呢 就跟我走吧 因为你也在这边的话 我不想因为任何人 再来影响我们两个的感情了 所以我这次真的不想再跟你分开了 不想分开每一分每一秒了 你就跟我走吧 一个 嗯 那我跟你走了 他们两个来这边了 人生地不熟的怎么办呀 哎呀 小月 你太单纯了 你太善良了 你还顾着他们两个干嘛呢 他们两个过来呢 是来破坏我们两个的感情的 所以先管好我们两个的事就行了 好不好 你别再犹豫了好不好 那我跟我爸爸妈妈说一下 啊 那你同意了是不是 嗯 那那行 那我们跟叔叔阿姨说一下吧 走吧 现在就走吗 对 今天就走 哎 阿姨呢 阿姨 你在忙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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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了阿姨 我有急事就是 我想带小月出去躲一躲 我爸已经跟到这边来了 就是 我带着小月出去一下好不好 好吗 好吗阿姨 真的吧 真的 叔叔呢 叔叔不在家 你们去吧 我 我们去 那 那没经过叔叔同意这样好不好呀 我爸爸去山上了 去山上了 那阿姨 叔叔不同意我们这样去好不好 好 你们去 叔叔叔不在家 好是不是 嗯 那那那行 那那小月你赶紧去休息你吧 去吧 去去 你别再犹豫了 是小月 你怎么穿这个鞋子呀 只有这双鞋呢 那没事我给你买吧 来这个给我吧 呃 都准备好了吧 那行我们走吧 那阿姨 我们两个走了 嗯 吃饭吃饭 哎好嘞 那 爸爸这个东西不在家 你不要去屁里干活 你不要去帮你自己 嗯 对对的对的阿姨 你呢 就不要去干活了 叔叔也不在家 呃 注意休息 你身体也不是怎么好的 所以你要照顾好自己 阿姨 我这次呢 呃 带着小月去躲一躲 等我爸回去了 我们两个就很快回来 顺便带小月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呃 到我朋友那里去学习一下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嗯 阿姨 嗯 走 又要了 哎好嘞 你们两个媳妇都好 好的好的阿姨 你放心 我会把小月照顾好的 哎 走吧那我们走吧 哎 快点 哎好那阿姨 我们两个走了啊 哎 再见阿姨 走吧 哎 哎 哎 走吧 走吧 阿姨再见 我来拿吧 哎 哎 我爸爸以后在家 我不知道 怎么这样跟你走 是不是跟你走 是不是跟你走 啊 啊 很难 对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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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